本节我们来看一下 向存储设备中传输 将存储设备U盘插入电脑的USB接口中 打开要存储的工作簿 单击文件另存为选项 在另存为区域单击浏览选项 弹出另存为对话框 选择文档的存储位置为存储设备 单击保存按钮 打开存储设备 即可看到保存的文档 用户也可以复制该文档 并把它粘贴到文档的存储设备中 本例中的存储设备为U盘 如果使用其他存储设备 操作过程是类似的 本节内容就介绍到这里